川协通话各取所需,积极开始双方立场软化,尽管中美首脑周四一日关于中美问题进行了通话,甚至二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表示美国正在接近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但是,同一天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衬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共的不公正行为,必须放到谈判桌上。 另外有学者分析中美双方有一个积极开始但川普立场没变,还有学者认为是习近平受大陆经济压力而暂时调整。 但战略上不会有变化川习破冰若无助解决问题,川普会下重首一日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开启了近半年来的首次通话。 川普在谈话后,做出积极评价同时中共方面,也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回应但一天后,中美贸易之间的对话转机在被舆论掐灭后,再次被川普救活。 2日川普在与白宫记者谈话时说,我认为我们将与中国达成协议。 我认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协议。 但对美国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易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同一天。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告诉Fox商业新闻说,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共的不公正的贸易行为必须放到谈判桌上。 纳瓦罗说我们想确定中共停止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移。 我们想进入中国市场,我们想确保我们能够保护我们国家技术皇冠上的猪,保这样能够让我们能够持续繁荣。 据报道,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华府的一场活动上表示,虽然川习通话代表关系荣兵但若川习会无助解决问题,川普会下重手对付中共分析有一个积极开始,但川普立场没变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据海外中文媒体《希望之声》报道,独立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认为川习会通话,之所以有一个积极的开始,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川普政府在面临中期选举。 习近平也需要在即将到来的四中全会上,拿出对应中美冲突的方案。 而且北京政府的压力已经很大,中共政治局已经很罕见地公开承认经济下行,当局猛推六稳这,意味着当局的经济已经不稳中国经济情况仍在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方面,需要美中问题的利好消息,而好的消息也会对川普政府中期选举有利,所以双方进行了有利的谈话气氛友好。 唐靖远说,川普谈到G20上的双方会谈这表明,习近平可能在通话中口头承诺,会在经济方面做出巨大让步。 北京在朝核问题上或也有软化,不排除中方在11月份做出某些类似开放的举动。 唐靖远表示川普的对中共积极态度,更像是一种应对策略。 这和对待朝核问题的态度很像川普参加和朝鲜金正恩的谈判,而且交谈甚欢,甚至可以和会谈方的关系。 搞得很好但是要解除制裁币,需要看到实际行动,才能做他表示虽然川普态度很积极但要达成协议。 中共需要达到美国要求川普清楚,贸易战的根源是中共非市场经济制度与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体的冲突。 双方涉及到的是制度问题,很难靠双方一次见面,就解决这次巨大分歧。 虽然双方个人关系有恢复口头上谈得很好,但中方必须有实质行动,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立场上川普不会妥协。 例如起诉进华公司明显示反击动作,这反映出美国政府对中共做法的反对,是仍然没有终止的。 所以贸易战是否有转机,至少目前看不是很乐观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另外,据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报道,独立政经分析人士秦鹏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不过,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国内经济的压力非常大所致。 10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连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其林对会议做出的解读中说会议重点提到了资本市场对经济的下行担忧上升。 没有提扩大内需,没有提及房地产秦鹏说,该会议专门谈到资本市场这是新增加的内容。 今年此前没提及资本市场,是信心的一种反应反应非常大。 就是现在信心消失10月19号,开始密集讲话从刘鹤开始,还有两会的头们出来稳定股市,因为在跌跌到1500点了是个信心。 接着11月1日,习近平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开始只是个普通报道隔天,人民日报和新华网的报道把题目改成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很有意思。 基本上是这些原因,所以实际上这种穿袭通话,外交是内部政治的一个反应。 秦鹏认为最终美方对中共的要求,包括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等关键点,必须解决11月底穿袭会恐怕解决不了。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